武漢肺炎延燒 但受險業持續搶遞 到底是為什麼呢 我們把時間交給佩奇 好 眾小 各位觀眾朋友幫忙 其實在疫情這段時間 很多觀眾朋友都想問說 現在到底是不是買房的時間點 可不可以危機入房式呢 其實你可以從受險業 他們最近的列地情形 看出一點端倪 當然你會先說受險業 他們現今滿手 跟我們小老百姓的資源 當然是差很多 可是他們是這樣逆勢思考的 你可以看到世貿三館 地上泉70年案 昨天最近消息真的是飆出去了 而且引來的4家受險業者 在搶飆 搶得非常激烈 過程當中也是非常戲劇化 富邦人壽還有南山人壽 都非常想要這塊地上泉 所以他們兩個搶得很凶 最終南山只1億元的價格 擊敗了富邦拿下了這塊地 所以他最終的金額 全力竟是高達了312多億元 溢價率是17% 換算下來每平單價是到644萬 而且還創下了3個紀錄 面積最大還有底價單價最高 決標權利金的總價也最高 其實你看歷年來 在西醫區這邊 地上泉這個搶地金額 真的是越來越高 從過去這世貿二館 也就是現在蓋起高樓的 微風南山 這個地方當時就是288 268億元 創下了天價 而且在台北101 當年也是超過200億元 在富邦A25也是有172億 甚至在去年西醫行政中心這個地方 也是159億元 但是你看這前五名當中 你會發現竟然有三名 全部都是南山人獸 為什麼他們在短短的這幾年內 一直狂搶進西醫區的這些地上泉土地 從下一張您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過去他們進場 您可能會覺得說現在 在當地有百貨有商權 可是現在是危機入市嗎 畢竟現在大家說百貨業 零售業都很慘 尤其新醫區這邊就有十幾家百貨 特別是要搶業績 為什麼他們還現在來進 你看地圖上面發現世貿三館 其實它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好 包含了市政府一零一都在旁邊 還有ATT4FUN以及微風南山 這個地理位置非常的優越 而且其實他們現在搶進去的話 這個土地開發動輒都要三五年 如果觀眾朋友您有最近到這個地方去看 你會發現其實世貿三館 它的地上物還在的 所以它還要拆除之後再重建 蓋起來之後疫情恐怕也已經結束了吧 所以他們看準的就是未來這個商辦的需求 畢竟在西醫區這個A辦 過這幾年搶得非常的兇 你看價格是一下站上了3000元 甚至在今年1月 是已經將近來到了4000元的價格 這是美平的單價 所以現在A辦的需求 等而空置率只有大概2%而已 非常的低 所以現在售險業搶進來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畢竟售險業現在是現金滿手 可是你說央行現在在低利率的時代 放在銀行的錢可能不會比較賺 那他們這樣子如果要投資金融商品 現在各國股市波動非常劇烈 所以他們把錢投資到了房地產裡面 也許是一個比較好 抗議性比較強的一個投資 另外就是在於說 整個2月的房市其實還是走強的 包含這房貸餘額創下新高 土建榮餘額也創下100個月來的新高點 甚至連僑外資現在都搶進來 來買豪宅 他們買的豪宅 還跟藝人彭于晏是同一棟 高手摩天樓座落在天母蛋黃區 格外顯眼 想要和全民老公彭于晏一起當鄰居 大量資金現在回台停泊 摩天豪宅更成了投資焦點 天母華庫天柱以及大直西華富邦 兩棟摩天樓豪宅戶 各以4.97億以及2.88億天價賣出 第一個來講的話 美中貿易戰影響了全球的一個層面很大 第二個問題來講的話 是股市晉級的一個波動 第三是新冠肺炎 它是蔓延全球 外資它的資金熱錢太多了 所以說它必須尋找一個 相對安全的投資標的 2月份消費者房貸餘額 創115個月來新高 土建融資也是100個月來高點 探開數據來看 全台6毒交易量只有高雄市月減4.4% 微幅下降 其餘全部大幅上升 平均月增更來到18.3% 覺得還蠻熱弱的 房地產好像沒有什麼影響到 趁房價下滑去買應該也差不多吧 因為等之後上漲的時候 如果要轉手再賣比較轉 第二季是一個影響的關鍵因素 那下半年7月份之後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如果疫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之後 相信不管是投資型或自助型的 都會有省政的一個考量進場 市中心的淡黃區也常出現福地宅散佈其中 例如南港區的研究院路段 價差最高來到36% 一坪只要32萬 房價金件三字頭 但民眾敢減便宜嗎 不要太接近比較好 如果有其他選擇的話不會考慮 疫情之下買家選擇空間變大 不急著下手多比較才是關鍵 東森財經新聞蔡秉鴻 鍾玉瑞 台北採訪報導 快點去買家再買家 在另外二十字幕製作 水平台 車幟 我們會 miracle 北採訪 我們會試試試看 我們現在準備選擇 平常紹介紹 並沒有 我們會試試看 我們把其他來